观众朋友玩 今天台湾的天气大致上来讲还算稳定 不过晚上开始会有一个封面通过我们台湾 这个封面的结构并不是那么的好 不过北部东北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的 气温方面明天开始云量变多了 又有下一点雨的关系 所以北台湾可能会稍微降温一点点 先来看一看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黄色的普通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空气品质其实都还算不差 那另外在这个气温降雨的情况来看 南边还是有一些云层上来 部分地区的南部地区下了一点点雨 虽然没有像气象鼠预估的下雨的范围那么的广 但是局部地区有一点短暂雨 大部分地区量并不多 那另外在这个气温方面跟昨天比较起来 温度又往上升了 我们看到许多地方现在还有28 9度 包括了台北市区也有29度的这一种温度 那明天云量变多了 阳光没有这么强 北台湾这边会稍微降温 但是冷空气并不多 完全是因为云量多又下一点雨的关系 封面在北边 那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台湾在封面的前面主要是偏南风 所以南边的暖空气上来 加上阳光在照射温度就高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这个封面逐渐通过了 后面虽然跟着一个高气压 但是对台湾这边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个高压很弱的 只不过明天云量多下雨 可能在这个新竹以北 东北部这边温度没有今天高 可能会稍微降个差不多3度左右 还不至于太低 只不过没有这么热而已 未来这一个礼拜也没有看到说 比较明显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 当然这一个礼拜已经包含到下个礼拜四了 那四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目前来看冷空气是比较弱的 包括了目前来看后面这几天 四天的连续假期也没有看到说 比较明显比较强的冷空气下来 所以到天气这个气温方面变化的幅度不大 但是天气方面就降雨的状况 可是变化比较多了 那我们从这一个卫星云图上面 南边有一点点比较低层的云系进来 不过不是很明显 那这个华南这附近有些云层 今天通过我们台湾 不过这些云层里面绝大部分 还是属于中高层的云系 对地面而言降雨并没有太明显 不过入院了以后这个封面来了 差不多是在新竹苗栗以北 东北部可能就会有一点短暂雨 持续到明天礼拜五 那紧接着礼拜六开始 换成华南云系要进来了 这个中部以北东部 短暂雨 当然礼拜天下个礼拜一 连南部可能也会有一些震雨 尤其是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 不只降雨广 那整个云层从西边过来的 降雨是以西半部为主 西半部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雷雨产生 可能要注意这一种状况的 这个是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 不过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经过了枯水期之后 我们水库的蓄水量有些都不太理想 希望这一波降雨 可以带来比较多的进水量的 那至于雷达上面呢 西南边这边还是有一些水气 进入到我们台湾这边 低层的云系还是有 所以造成了南部 我们刚刚看到了 有下了一些短暂雨 至于北边的封面系统 因为还没有下来 这个云雨区距离台湾都还蛮圆的 主要还是从西南边 进入到我们台湾 南部就有下了一点短暂雨的状况 不过这些南边的水气 今天晚上陆陆续续就会离开了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主要是封面再接近再通过 所以逐秒以北可能有短暂雨 明天白天这个封面逐渐离开了 降雨就慢慢减少了 东部这边 另外就是山区还有一点暂雨 不过紧接着到礼拜六的时候 这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没有什么降雨 礼拜六的白天 另外一波华南云系开始进来了 中部以北东部短暂雨 礼拜天跟下个礼拜一 降雨还会再增加 明天主要是封面通过 北部东北部这边有一点短暂雨 云量多下雨 北台湾的温度有稍微下降 一点点幅度并没有太大的